好 那我這個talk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自己做的一個Julia套件 那他主要就是說 在幫忙就是管理小套件 然後就像管理一個Julia 一般的Julia套件一樣這樣 好 那這個是Outline 首先我會有一個很快的一個範例 來看這個套件怎麼用 然後再過來第二個部分就是講說 我今天在開發這個套件的時候 會不會有哪些目標 然後大概大致講一下我怎麼去實現他的 然後最後就是我自己 對在這個套件裡面的實際應用這樣 好 那首先呢就是說 我的動機就是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Dataset 他是一個常常就是說 不管是在那個統計方面的 或機器學習裡面 他會常被拿來用的一個範例資料集 然後他在使用那個什麼 他在使用那個資料的時候 非常簡單 他就基本上就是這樣 using 然後Dataset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Dataset 讀成一個DataFrame這樣子 然後 對 那我就想說如果 我如果說我可以有一個小幫手 讓我很快的可以大就是大就是可以去創造 像這樣子的一個Julia Package的話 那這樣的話對我來說就會很方便 然後我本身就是對管理Julia Package的這種版本 比較熟悉 我就可以像管Julia套件的方式去對我的資料集做那個版本控制 然後可以去那個什麼控制他的相容性 這樣然後就跟我的一些專案這樣 因為資料集其實一般來說 像我對我因為我 我是在做 我是那個 在做研究那個D科系的研究工作 所以那些資料集都會新增啊 都會更新 然後都會一直變這樣子 對 好 那同樣的就是說 我因為他跟Julia Package一樣 所以Julia Package可以用的一些 持續整合 那都一樣是可以 就是都都一樣是通用的這樣子 好 那他目前他有一個限制就是說 他只有在dataset不剩大的 的時候 他他才可以就是工作的很好這樣 好我這裡一個很快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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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範例 然後就就是這裡就是說 我如何用這個small dataset maker去去去建立一個 那個這個是一個假想的一個資料集 叫 yourdataset.j 然後最後之後就是它是一個可以任意 你可以取任一個名字 然後等一下在這場token裡面 都用這個代名詞來代替這個任意的 就是可以用small dataset maker去創造 以及使用的這樣子的一個資料集 好 那首先呢 我就建立一個package 那package的建立部分呢 那就是說可以 就是可以 例如說可以用那個pkg template這樣子去建立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他官方網站的那個pkg.jl 有一些指引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首先我要就把我的原始資料轉成 可以轉成 就是同一格式的dataset 那首先我就是要有一個原始的csv file 然後我要定義的就是 small dataset裡面的一個source data這個型別 然後去指定我這個csv file的一個路徑 再過來我就是call compress save 這個函式 把他用在這個source data上面 然後就完成了我資料的壓縮與儲存 好 然後 然後 在 yourdataset.jl 這個module的裡面呢 我有一些事情是必須要做的 就在這個module yourdataset end 這裡面有一個是必須要做的 就是你一定要在裡面 using small dataset set maker 這樣子 好 然後剩下兩個是選擇性 選擇性就是說 你不用也可以 你如果不用不不寫的話 那我今天資料集的調用 我就是使用者必須還是要用 還是要using small dataset maker 那如果 對 那如果有的話就是我之後 我就可以像 ourdataset一樣 我就直接 yourdataset.dataset 然後我的dequeename dataset name 我就可以把我的table load出來 這樣子 好 那 對 那目前就可以做到就是說 像 ourdataset一樣 我今天 我剛剛那樣子的步驟去 就是去 啊對對對 我剛剛那樣就是 呃 你壓縮完嘛 然後你那個module檔裡面 有using small dataset 之後你就push 然後 commit push 然後就註冊之後 然後註冊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像用一般的 guria套件一樣 去使用你的資料集 然後首先呢 我要看我有什麼資料集可以用的話 我就是call這個dataset函數 跟 ourdataset一樣 然後他就可以list 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資料集裡面 他有哪些table可以選這樣 然後在load的部分 也跟 ourdataset一樣 就是 那 只是差別就是在說 這個 這個他沒有被 預設沒有被export出來這樣子 好 接下來就 我就開始講一下 我如何開發這個 啊我的目標呢 就是說 我希望他就是有 就是這個套件裡面有一些很 就什麼dataset maker裡面有提供 我可以很輕易的去做壓縮跟解壓縮的工作 這樣子 然後再過來就是說 我今天每創立一個 yourdataset這樣子的一個資料集的時候 我希望我只需要最小的工作 這樣我就避免掉所有的重複的事 第三個最後一個最重要就是說 我今天那個什麼 呃再更新啊跟維護啊新增資料集的時候 就是新增table的時候要很簡單這樣 好 然後對 這是對於dataset maker而言 那對於user而言呢 我就是他當然就是說我今天 左邊這樣子建立出來的資料集 他要能夠跟dataset一樣好用 好 首先要實現這個就是我要知道那個路徑 然後那首先呢 我基本上就是用這個pysoff 那pysoff來去找到就是 呃我的yourdataset 他現在的位置在哪邊這樣子 然後再過來也是一樣 就用多重分派 那我用同樣 也同一個韓式 就名稱都是這個同一個韓式dir data 然後後面接的相對路徑 我就可以依照我不同的用途去把它指定到 相對於我這個module的絕對路徑 或者是 我現在使用者 例如說maker 他現在我在開發的 我在管理我在維護我資料集的時候 我需要使用到的相對路徑這樣子 好那我也有一個韓式 就是這個ABS pass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只是吧 就是跟剛剛的東西是一樣的 只是他的 呃 parent folder不一樣而已 好 那再過來呢 我們呃就剛剛講到的這個sauce data 這個型別 那他基本上呢 sauce data這個型別 他就是儲存了就是關於我的原始與壓縮資料的所有資訊 這樣 然後他的就也一樣 同樣收益與多重分派 我可以用最簡單的建立方法 像這個 好就我只要給他 只要給他路徑就好了 或者是我今天想要指定所有事情 我想要客製化我的package name dataset name 我的title 好然後我壓縮檔的名字 或者是我幾行幾列 還有一些描述 還有時間戳記 你可以到最複雜的 你也可以 就是如果你想要的話 好 那 呃 這個sauce data 這個型別 他是可變型別 然後 因為 我 small data set maker 他同時會可能被兩種人使用嗎 一個是maker 一個是user 那我就是透過這個 real pass這個 這個韓式 然後我來就是 就是把裡面的所有的路徑 都轉成相對於現在使用者 workspace的路徑 或者是 我今天 用這個apspace 就跟上一頁講到的那個方法 然後來把sauce data裡面的路徑 全部轉換成相對指定到 就是我建立到 btel set裡面的路徑這樣子 好 那在那個剛剛講到的這個壓縮跟儲存的方面呢 我都很快講一下 他裡面在幹嘛 那 首先他就是這個sauce data裡面的這個 他 他 定義到這個只會在我的 呃開發者 Maker他的本機上面有而已 好那我就把它壓縮嘛 那壓縮就就就把它存存起來 就就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就把這個存起來的路徑存那個 會記載到的這個sauce data這個型別裡面 好 我這有加一個功能就是說 我今天對於Maker而言 我壓縮完的這個原始檔我要不要保留 然後我要不要把它 然後如果有的話 他就會把它移動到data 然後raw data下面這個目錄裡面 然後去留著 所以他會留在Maker的本機 然後你只要push的時候 不要把它push上去 就你把git ignore掉 那 你原本就是開發者電腦還是可以有原始檔案 然後可是使用的人 或是網路上的這個套件 他就不會有這個這個檔案這樣子 因為原始沒有壓縮過檔案會很大這樣 好 那再過來呢就是說 我基本上我要在接下來就是我要製作鎖音表 鎖音表 那製作鎖音表的話 我必須要把我剛剛的sauce data這個型別裡面的路徑全部轉成相對路徑 好 然後所以我就用這個就是這個函式 好 然後最後我就把這個鎖音表 就是我寫了一個data frame的 就把這個data frame做一個擴充 然後把那個sauce data這個型別轉成data frame 然後把它存成鎖音表 那這個存成鎖音表就是說 我今天每壓縮存完一個新的那個table之後 我的鎖音表就會多了新的一行 多的新的一行 所以它裡面可能會有重複的 那沒有關係 它在釣用的時候 它也就是會釣用最後一行 也就是最新的結果這樣子 然後 舊的table 它其實不會存在就是最後 就是你commit 最後 你commit上去的東西 它就是只會出現最新的這樣 那你如果要釣用舊的資料 那你就是要去使用比較舊版本的 yourdatasets的.0 這樣才可以節省你那個package 它被clone下來的空間不會太大 接下來就是 這個就是在講說裡面用到的一些小技巧 就舉個例子 我剛剛講說我的資料機要有一個鎖音表 那這個鎖音表 它現在就是說 如果我鎖音表存成也是存成一個CSV 那如果我鎖音表 每次我都要用的時候都要去讀那個CSV 這個是使用上面是一個很沒有效率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這件事情又不能在那個compile time去做 因為它等於就是說我今天user 是要在user的電腦上面去調用的嘛 對不對 好所以呢 我就是先 在compile time的時候 他就只會先compile這個expression而已 他這裡面的東西他都不會去執行 直到 直到我今天他第一次被user調用的時候 然後他才會執行上面這個 這個才會執行上面這個script 然後 執行上面這個script 然後 他就是說我今天把他定義這個datasets的 這個一個const 然後存在這個mod 就是我的urdatasets 存在他的 就是他的scope下面這樣子 然後之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調用 他都不需要再去讀那個csv檔 好 然後這個接下來就是總結了 那實際上的應用像這個的話就是說 這個 就是我的一個研究 然後現在正在發表過程 審稿過程 那現在的話就是說 那個期刊都會要求 我們要把資料 就是研究用的資料 就是把它上傳到像這種永久儲存庫 然後 我這邊這個東西他其實就是一個julia的 就是julia的界面 然後方便我自己個人 或者是其他人 就例如說我的一些call author 他需要去使用跟檢視的話 那我不需要每次都用USB或email 我在那邊傳來傳去 那也不知道現在是第幾版本 會不會搞錯這樣 好 然後再過來的話 這個就是我早上報告過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今天在展示一些 基於一些展示目的的時候 會需要一些資料機 來確保這個code 他是可以work的 那我也是 因為有small dataset maker 我可以非常快 就創建一個新的 就是我等於創一個新的julia package 然後做剛剛那些步驟 我馬上就有一個 可以像一般julia package 一樣可以用的一個資料機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的報告 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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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人 之前有人有問題嗎 我想問一下 你的Maker的部分 所以他是會去 就是 弄一包類似 弄一包類似dataset的 project出來嗎 不會 所以就是 create package這個部分 還是要靠 就是等於就是看看你喜歡 我們喜歡用 一般來說就pkgtemplates這樣 ok ok 對對對 因為這邊不好意思我補充一下 因為這邊就是差別 就是這邊我要不要自己寫 他差別就只有在 插在這裡而已 就是我要不要讓 我要不要連這個我都自動幫 大家產生出來 他差別就在插這一個 對對對 然後 那所以就是 如果我要產生一個我自己的dataset的話 那所以我 基本上我就是dependency就是 那個dataset maker這樣子 就是 就是 你現在是maker 對不對 那maker的話 對啊 我要就是在某一個工作 就是首先我就 創 創到 我先先會有這個 然後 我在 這個環境下 activate 然後 using add 他必須要add smalldataset maker 就在這個環境下 ok 然後在using smalldataset maker 所以他不會真的弄一包 就是專案出來這樣子 欸 所以他就是一個 有點虛擬的這樣子 欸我不太懂 虛擬是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你不會有一個真的 真的的資料夾 然後 就是一個 Julia專案 然後他是去roll 某個dataset這樣子 我聽不懂欸 不好意思 嗯 好 因為 像 比如說像 剛剛你說像 Rdataset那類的套件 嗯 那Rdataset他其實 嗯 他 真正安裝的時候 是只有host 他的index table 就是 他 他有哪些dataset 你可以使用 哦 那 你要真的去拉某一個dataset 的時候 他就會 即時做download 哦 對嘛 那他即時做download 所以 他其實Rdataset 那一整包 他其實是 他是有一個專案在那邊的 然後 他會真的把那個dataset download下來到 到你local 然後 然後 Rdataset就會指定到 那個檔案去 這樣子 所以 那 所以你這邊 的做法的話 就是 欸 我這邊 他不會即時去download 這樣 欸 可是我看到 Rdataset 他 哦 他會 他 他裡面 都是亞洲檔欸 對 對 這個 他 我其實沒有全部看完他的原始 就是 他這個部分 我今天在 add Rdataset的時候 他這個不會下載嗎 嗯 有確定一下 所以那個 Source Source 可能 dataset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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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安裝的時候就會下載下來 哦 所以他就是整整包都下載本地 對對對 哦 因為 呃 因為其實像我剛剛講的那個做法 呃 我跟 Peter在 弄一些 呃 Machine的 dataset的時候 呃 我們其實是 我們其實是 註冊的 註冊就是 呃 註冊那個UIL的 的 位置 哦 然後 呃 你真的用到他的時候 他就會跳一個 就是 terminal上面就會跳 一行字 問你 是不是真的要下載這個dataset 然後 你確認之後他就會幫你下載下來下來下來 然後放在你的 home 底下的 的 Julia的 比如說 datadepth 的 的那個 對對對 然後 當你做loading的時候 就直接從 從你的local去load 那個dataset出來這樣子 對 那那個就是 呃 比較動態的 哦 對對對 動態就是我 即使我要用到 直接直接下來下來這樣子 對 這個這個我 這個我蠻有興趣的 就是呃 我有想過 只是我那時候 就我在寫這個的時候 我還沒有 呃 我還不知道怎麼弄 這樣 對 因為像 Adanse Adanse 其實普遍上來說 算 小 對 對 沒有到 很大的 東西 所以 它 下來下來靜態 loading是可以 對啊 但如果像 呃 像 我朋友 Peter, Peter他做NLP NLP下來下來就是整個語料庫的Corpus 那個就超級大的 那個沒有辦法就是 你直接整包拉起來然後就全部下來下來 那個就是很花時間這樣 對,應該會有問題 然後不知道幾百句 好 那我想額外請問一下 所以因為你前面有講說就是 你的dataset maker他是支援小的dataset 那你有試過如果是大的dataset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嗎 哦,他之所以說我說他支援小dataset 就是因為Github他一個檔案 不能不讓你超過100MB 哦,ok 然後你如果太多的話 clone下來那邊就不知道clone多久 然後你自己的電腦也會爆掉 然後我可能如果說我今天要在 GithubAction裡面 或者是一些網路上的容器 那個就一定不行用這樣子 ok,ok,ok 所以這樣看 是這個原因啦 你說不行是這樣 ok,所以像如果大的dataset 可能就需要採用我剛剛講的那個做法 才有辦法拉大dataset下來這樣子 對 ok,ok,ok 好,了解 謝謝 謝謝 OK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剛剛最後問的問題是 我本來想問 所以應該 我剛剛也本來想問說您 就是說那個限制大概在哪裡 不過您剛剛已經回答了 剛剛樂華問的這個問題 所以主要是因為Github相關的那個 傳達限制 並沒有在運算過程當中 dataset的大小造成限制 應該認為沒有 然後應該Github本身 我記得也不能放 就是放太大的 好像是會有問題還是怎麼樣 就是會有點麻煩 會變成沒有效率這樣 ok,好 那因為我看還有點時間 因為下一場它是50分吧 所以我方便再跟您請教一下 這個Quattro這個的使用的話 它就是web的介面嘛 然後您有17頁這個分頁它是 分頁啊 對,我看這個分頁 它看你設定啊 就是像我的 它預設的話 就是markdown的Level2的header Level2或Level1的header 像這個就是Level1 就是一個hashtag 然後這個就是Level2的header 它都會分頁 那你也可以自己設定 你要幾個header Level以上去分這樣 了解 但是如果是像presentation的file檔案 它是需要印出來的時候 那因為畢竟還是有一部分是 有插程式碼的那個markup的文字嘛 所以在輸出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說我第一次知道Quattro 所以它在輸出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有一些程式碼 但是這部分不見 還是你輸出的時候 就選擇只是一個完整的文件印出來 像我這個的話 就是它這一頁它就有enable 你可以滾輪可以滾動 這種的話應該就會被截到 然後它輸出的話其實也是 那你如果沒有滾的話 你下面有東西 它其實就忽略 它連顯示都沒有顯示 對 所以也是一樣 就是你在做投影片的時候 你如果要可以印 你就不要做超出它頁面範圍的內容這樣 OK 因為了解 因為我想說有在製作之後 一個是簡報的模式去呈現 但是有一個是印刷出來的時候 它也可以就是也是調一個參數就可以輸出成PDF OK 所以其實也可以就是同樣製作之後 做Present有滾輪 但是在另外一個部分是輸出成文件的方式 當做一個handout的話 它就是完整PDF包括程式碼都會在裡面 還是得要兩個功 兩次的功 就是它輸出的話就是我們這邊看到什麼 那它就會輸出成什麼 可是像這個 我看到的時候它就被解掉了 它輸出的時候 就因為PDF就是那樣 它一定會被解掉 然後你像這個超過頁面的範圍 就是第三點以後 它也一定都會被解掉 OK 好 謝謝 然後您剛剛提到的那個Visual Studio Code的那個 Plocking它主要的目的是在這裡面 就是我今天在Visual Studio Code裡面 Ctrl加S之後 它就幫你Render 你就會有個小的Preview視窗 也在Visual Studio裡面 就你按自動存檔之後 就Preview的用途這樣 對的你Preview就更新了這樣 OK OK 好 謝謝蔣氏 不會不會不會謝謝 謝謝 好 好 那我們再一次謝謝鍾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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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谢谢大家